被三位大导演封抢 逼得郑小龙找徐克掐架 只为让他放了肖战 藏海传最新进展来了 进入到什么程度了 郑小龙导演在最该藏事的年纪藏不住事 藏海传终于开始后期之作了 咱们郑导等这一天 等的心都快凉透了 因为藏海传的开机可谓是一波三折 尤其是徐克这个最大的捣乱分子 原本徐克的电影射雕 计划11月份杀青 然后肖战禁足郑小龙的藏海传 开始定装和剧本围堵 结果正到这边都开始置井了 那边射雕还没杀青 一拖再拖 徐克更是不停的加血 最后的最后又来灵感了 直接重新搭了一个棚 最后拍到了12月 导致肖战在藏海传开拍前四天才禁足 现在正是筹备 明年年初开拍了 听听啊 这满是无奈的一切 就这还是郑小龙一路杀到射雕剧所 以探班送奶茶的名页 必须可放任的成果 只能说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没想到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 正午阳光侯洪亮之天的 德险紧致定下了肖战的男主 预计在藏海传杀青之后禁足 不知道是不是担心悲剧再次发生 侯洪亮也时不时的到正道那转悠 请个奶茶什么的 原来好的演员阵容都是抢出来的 藏海传的杀青特技 更是让肖战提前预定了一波2025最佳男主 库子明年指定得以死了 其实藏海传本身的剧本设定就很吸引人 因为汪藏海是道笔系列的虚拟角色 活在对话里的老祖宗 没有详细的故事线 于是出品方直接买下了这个人设和名字 然后自己出去等拍摄 是全新的原创故事 而道笔故事里的汪甲 就是汪藏海的后人 汪藏海在休云顶天空时 发现了神秘的张甲也就是张气凌的家族 道笔记的系列故事也由此展开